在聊话题之前 饺子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Match2的王鹿饺 大家可以叫我饺子 谢谢大家来看闷闷的生日公园 王鹿饺 谢谢 来看一看我们的话题 他们刚刚原来讲的是这个话题 说服队友亲手背 表现迷妹模样 谁是谁的跟屁虫 公演后台尴尬事 你们呢 对你今天生日你最大 尴尬呗呢就 好看看翻过来是什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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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驮着乌龟的绵羊耶嘟嘟说 一点都不浪的这个爱情 公演时在后台发生的尴尬事 其实我很想接一下上组 我觉得摆说要是我不能忍 昨天他们在东施笑评我觉得 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真正的风采 为秘密超国的风采 太可怕了 昨天真的我震惊到了 他昨天自己特意发了一个微博动图 就六部 而且是加慢版的 我们的音乐特别快 然后他自己放了一个慢版的 对我觉得特别带感 他自己坐在墙上 被自己的美经验当作 我摆设 他自己翻 广超模 以后 不是很总 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搞笑 你知道吗 摆设 你知道吗 昨天我朋友给我发微信 他有看风向 他说 他偷偷告诉我说 摆设承包了我昨天所有的笑点 而且直播看不出来 他衣服里面到底是什么 超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你们有拍版图吗 一定要放大 摆设特别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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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来吗 超模王 算了算了 太搞笑了 大家记得去看摆设的微博 还有录播 精彩 后台的尴尬是 后台 抢装 之类的 抢装啊 就是我那个 那个纳塔衫那个衣服不是特别薄吗 然后是蕾丝做的 然后每一次就很怕扯坏 因为扯坏的话 那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重新修了 因为那个太细了 扯坏就是扯坏呗 而且女神的事情 就是外面看不出来 那个是连体的 然后每一次我们要赶下一首歌 小心一点 每次要赶下一首歌 时间又很紧 就是嘴吹阿姨说 阿姨快点 然后 阿姨快点 对 每次都是 我觉得 就是脾气很好的人 然后嘴上说是很急 然后肚子还是很坏 因为她那衣服就很容易扯坏 对对对 尴尬的话 我觉得 就是 穿错衣服也很尴尬 我有一次记得是谁的 然后后面拉链都 就是拉不上 穿错衣服尴尬 就是拉链拉不上的那一刻 很尴尬 一看 所以我发现是自己的衣服 就是王金铭干的事 自己的衣服 放了 其实刚刚在后台 因为听她们在讲的时候 就是饺子有说 就是昨天看到金铭走秀 特别的不得了 就是东北扛把子 感觉手下有几百个小弟的感觉 对 我当时在后台 就看那个 不是后面那个电视屏幕吗 要不然来一段 不行不行 我毕竟不是四川扛把子 也不出东北扛把子的感觉 就是 我有看到他们音员 会就是那个反途嘛 就是 记得一个就是 穿了一个那种大雕 大雕 然后手上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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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拿了一把那种 大砍刀 天 我就看那个就觉得 哇真的 然后我还看她 就是反正就 很搞笑 我还看她们结洞土 因为 她可能真的是 高跟鞋不可搅合的时候 能走得十分的就 学会一姐 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就像王朝摩一样 就是我们那个系列的衣服 就真的很 很那个什么 就是我完全就是 辛普森一家里的 就是我们那个 但是其实很 很fashion 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套装 今年那件就是 上面很多花 然后那个风衣嘛 然后她又第一次走台 我昨天就是 她跟我评论的时候 我还说 你也美美的 然后她发现我在骗她 我相信有一次 我还没识过 这种谎话就不要再说了 有一次我跟兔兔去逛街 然后发现 我们在某商场发现了那个品牌 我们当时发现 那个品牌已经开始卖了 对 我穿了衣服 但是鱼哥穿的那一件 是他们家的首推 就是穿在模特身上 走到前面去 PPAP 还说后台 还说后台 对 后台我们 最近 最近公演好少 上一场好像27号 就是 我觉得 就是后台 就是刚刚刚大家 刚开始首演的时候 对 就换衣服的时候会尴尬 就觉得 哎 现在都 哎我跟你说 刚刚那首歌 我跟你讲 大家就很自然了 对 对对方的肉体 已经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你懂的 都看两年了 你说 哎 你说最开始首演的时候 最开始首演 我们恨不得就藏在那个 对 大家都偷偷在角落里 哎 你不要看我 我会摔衣服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的呀 他不是最前面的窗帘 我觉得他每次换衣服 就是先把窗帘拉过来 对 每次都路过 因为 我一圈 然后在自己在窗帘里面 好像要变身一样 每次要你变身一样 我是怕 露天真是会吓到你们 是是是是 吓到我了 对 那个位置一站就是两年多 你那么俗气 总是脱衣服脱衣服的 正经点干净一点 那你说呢 就是我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 那个那个是 人家换那个正反衣服的时候 就直接套嘛 穿上就能感觉到 怎么穿反了怎么穿反了 然后我都是要看商标的 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 那次我就是这样 就这件衣服好像是 然后这个袖子穿在这里了 然后然后 然后直到阿姨提醒我 说你是不是前后有点怪 可是你这款确实 蝴蝶结在后面也蛮容易穿错的 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记得有一次是谁啊 然后是 我忘了是谁 然后跳 跳单练的时候 哦 衣服穿反了 你忘了我手眼的时候 啊 你手眼怎么了 那个我还责怪服装部 我说为什么我的衣服 做得跟大家不一样 直到后来真正演出的时候 才发现我穿反了 对 他穿戴的第二套 李老师对不起 嗨 嗨 库鲁斯 他说为什么我的衣服 做得质量那么差那么紧 那么不好 然后说你穿反了 姐姐 对 我相信我们在后台换衣服的时候 有的时候 推听的那个脸子 外面有男人的声音 我们大家都特别惊恐 大家开心的拉开脸次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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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厉害了 厉害了 大家慌忙的躲了进来 我们大家都特别惊恐 就说啊 我不要让他进来 不要让他进来 只有网络看得特别开 说反正看着这样摸不着 你很形象 好吓人呐 很自信 对对对 对自己的心态 要自信 要自信 我突然想起我们之前巡演的时候 在那个广州剧场 因为那个剧场跟我们不一样吗 我们不是有HSTAR吗 然后就是各个 四面八方跑出来 那个时候就撞墙 就很容易 当时是我记得特别黑 然后后面 然后我前面 还是信尼 后面是张欣 完全看不到 对 还有就是 娜塔莎 就是虽然很不好意思 我把人家的镜子搞坏了 就是出来的时候 那个门特别紧 推不开 然后我就踹开 然后就把人家 那个镜子的下面 就是 没假瞌睡了 就特别尴尬 然后跟人家道歉了 不好意思 然后没有赔钱 所以孟瑶你有吗 我觉得就是 刚刚上台前 枯玛和你 在那边说 最尴尬的就是看到 跟女神对视 哦 我的妈呀 我也听到 就是有不好的预感 就是有不好的预感 清阳 你还在讲 跟谁听着 不好的预感 跟林南对视 就是上场之前 就特别害怕 跟林南对视 因为就是只要一对上目光 他立刻会抓你来问 清阳我今天怪不怪 你今天是哪里怪怪的 所以我今天上台前 我就特意 就是上 避开了 没有 我就特意先夸了Luna 我说 Luna你今天真的好美啊 就是为了避免 他在问我 今天美 不美啊 但是 我看得出来 然后 我就觉得 哎梦啊 我看了一些东西的孩子 然后我也敷衍了 那个什么 我就说 啊 谢谢 对 然后他那时候问乌龟说 乌龟我今天难看吗 你是这样问他吗 嗯 然后乌龟说 一般难看 嗯 乌龟好勇敢 对 然后 Luna就说 你怎么这样说 我其实希望你夸我的 不是不是 有错了 所以其实女生 不管问你什么 你都回答 今天很好看 对 是乌龟说 我问乌龟说 乌龟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 我 Luna说挺好的呀 我说 我说难看吗 她说 不难 她说 嗯 不是很难看 我一点难看 对对 应该是我一口可乐 喷死你 对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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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刚刚说了呀 哦 她家伙儿已经不在这 她刚才一直在跟我说 她够 等一下 哎呦 我不要错动作 怎么做 她一直一直在跟我说 小子怎么办 我好紧张 我的大脑已经一片空凡了 小子怎么办 我好紧张 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大声的抠 听到了吗 对的 肯定 大声的抠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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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哈哈哈哈 对等一下 虽然我没有出演你的节目 但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扣出我的名字的 哈哈哈哈 哎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有有有有有 有人过生日吗 有有有 我的小饭碗嘛 嗯 第一个是 祝不离不弃 生日快乐 人呢 生日快乐 岛上贵 恭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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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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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人怎么长得有点像 好 我不说了 哈哈哈 第二个是 祝我的小饭碗 小名叫跳跳 跳跳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耶 真的 谢谢 好 然后 第三个生日祝福 没了 啊 送给 在六天 五天前过了生日的好婉晴同学 祝好婉晴生日快乐 长命百岁 永远三十六亿 谢谢 等他钱直接打我支付宝 我跟你讲 我又不是找了个拖 好 来 我们有请下面的小后面 后面的小后面 我要紧张死了 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哎 对的 没有准备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继续 哎 我看到一只龟跑了出来 你有没有拖着绵羊 哦 不对 我根本现在心里在很害怕 到后台就不知道我琳琳会对她做什么 好看好看好看 哎 妈好浮狂 你滚开 我突然说到女生 我想到昨天晚上女生在那边就是逗我和米友 逗我和米友简直了 她先在群里面发了一句 好饿啊 谁有吃的吗 然后我和米友 我天哪 我天哪 老婆在问谁 谁有吃的吗 然后我和米友就 我有我有 然后过了很久很久 女生没有回我们 她没有回我们之后 然后说哎 她应该不会来了吧 然后我们本来心情很平淡的准备睡觉了 在她就是我们的心情平淡上 她突然又回了一个 哎 那我马上过来 然后我们又马上就开始收拾 开始准备吃了什么的 天哪 然后又等了她很久 她又没有过来 我说她应该不会过来了吧 你们好像那样妃子哦 对就真的 就真的 就真的 然后她又 然后她又过了一段时间 又说 又说 哎算了吧 我都刷牙了 还是不过来的 好 昨天真的就是 好 我要我要用灵男 昨天走售的表情 结束去的MC 因为灵男是开场嘛 大家有点紧张 就这样 闪烁的大眼睛 这样子 好 很美了 昨天大家都很美 然后如果没有看到 大家可以看录播 支持一下我们H6的美颜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下面欣赏蒲公英的决心